云深不知处的龙胆小柱内,有一妇人自梦中转醒,这,我怎么回来了,自林荣岳离世,她变成了鬼魂,一个特殊的鬼魂,不被看见,不能言语,无法与人沟通,也无法参与任何事的旁观者。 她作为鬼魂,去了很多地方,查了很多东西后,后来她漂泊到遗林,看到了一个怕狗的小乞丐,她想到了自己的孩子,就陪着她生活了很久。 后来她知道,这个孩子叫魏英,是她好友藏色和魏长泽的孩子,而她的好友,在阿英四岁的时候,叶猎身亡,阿英九岁,被云梦的江宗主带回了莲花屋,慢慢长大, 在后来卫英,取自无限。 她本觉得,阿英后半生可以无忧,但她后来发现,没那么简单,这是个阴谋。 她陪了阿英这些年,早已把她也看作自己的孩子了。 她不想回云深不知处,虽然那里也有她的孩子们,但她也是怨的,所以,她陪着阿英,陪她经历与子渊的辱骂,将婉眠的算计,将成小辈的嫉妒, 将燕离小辈的拉拢来到云深求学,后来,她看到了自己的孩子们,看到大儿子兰幻的儒雅,也看着自己的二儿子兰湛一点,一点的动心,却不善言辞,阿英扯下兰湛抹额后, 湛儿的恼羞成怒,却不知道怎样表达,然后叫化丝的刻意疏离,沐西山的口不对心。 后来她陪着阿英回了莲花屋,血洗莲花屋,罪果却被于子渊和将成小辈推到了不重要的大弟子身上,逃亡,救人,脸尸,袍丹,被抓,最后被丢到乱葬岗,她只能看着,无助地看着。 乱葬岗里有结界,林荣岳无法进入,她想去找人帮助,她找到了她的二儿子,但林荣岳无法跟蓝湛交流,只能一边看着蓝湛苦苦寻找,一边无助地等待。 三个月后,在一个驿馆中找到了阿英,但她满身怨气,像换了一个人一样,浑身带刺。 林荣岳目睹了蓝湛因为不善言辞,而将阿英推得越来越远。 林荣岳知道,阿英是个不爱给别人添麻烦的孩子,她看着阿英自舔伤口,自生自灭。 看着阿英对她的儿子,爱不自知,也看着地上的太阳落下了,摄日之争结束了。 魏英一战成名,却也多了很多恶意的挑拨、评判。 林荣岳知道,如果没有一个有身份的人全身心地相信阿英,阿英很快就会被伤害。 随着众人的挑拨,江澄对阿英的恶意散发了出来,不带配见高傲自大多可笑的言论。 可她没办法告诉所有人为什么,连托梦都不可以。 百凤山,百凤山围猎,阿英借这儿的抹额,可笑坏了她,但又有人在说魏英高傲自大。 不走正途,爱,她虽是鬼魂,但也心疼了。 跟着猛眼的阿英走进围猎场,看她在一棵树上猛眼休息。 林荣岳本想四处转一转,找一找自己的孩子们,但不远处传来脚步声,魏英,你是来参加围猎的。 林荣岳见自己的二儿子,一脸纠结,走进魏英。 猛地一推魏英,将魏英推的背部砸到树上,魏英刚想用右手扯下猛眼的黑带, 就立刻被蓝战凝主了手腕,挣扎不开,左手正想动,却又被擒住,按住魏英的双手压到树上,动作态度强硬。 林荣岳想,战儿终于要表白了吗? 蓝家家传的臂力惊人她也是领教过的,不说阿英这没有金丹的小身板,就算是生前实力不俗的自己也是挣脱不开的。 正想着,却见蓝战微微低头,吻住了魏英的唇,令她大吃一惊我这闷葫芦二儿子还挺惊人的, 这就吻上了魏英猛地挣扎了一下,却没有挣脱,便不再挣扎了。 亲吻了很久,久到林荣岳都不好意思再看下去结果。 二儿子跑了,这叫什么事? 魏英被稳得脚底一阵发虚,使不上力气,林荣岳在一旁笑得停不下来,看来,阿英是儿媳妇了,毕竟就体力来说,儿子还是挺好的。 就见魏英休息了一会儿走向刚才蓝战离开的方向,看蓝战一脸恼羞成怒,正在持拳砸树,生生地打折了这棵树。 魏英,哇,好吓人蓝战力声道,你走。 魏英,我刚来你就让我走,至于这么讨厌我吗? 蓝战,离我远点。 林荣岳除了在沐西山之外,还是第二次在自己二儿子面上看出表情,很是稀奇。 魏无羡后退了一步,离他远了点依旧追问道, 喂,蓝战,你怎么了? 没事吧?有事就说啊。 蓝忘机不去直视他,拔出碧尘,挤到蓝光滑过,周围树母被剑气横扫,片刻之后,轰然倒塌。 卧剑静力一震,五指收紧,骨节用力到发白,似是稍稍平静下来了。 他忽然又望过来,死死盯着魏无羡。 林荣岳看向魏英,只见他眼角微红,唇半也微微红肿,发丝随风轻浮。 衣衫因为刚才的挣扎以及寻人未来的急整理,微微凌乱,林荣岳想。 这副模样对于他的二儿子来说可不是一般的诱惑啊。 魏无羡被蓝忘机盯得忍不住摸了摸下巴,蓝战。 蓝忘机,没事。 争的一声,环剑入鞘,蓝忘机转身走去。 魏无羡仍是觉得他不对劲,想了想,为防万一还是跟了上去。 使了个琴拿想抓他卖,蓝忘机侧身避过,冷冷看着他。 魏无羡道,你别这样看着我,我就想看看你到底怎么了。 你刚才太奇怪了。 真的不是中了毒或者在叶猎里出了什么意外。 蓝忘机道,没有。 魏无羡叹了口气,蓝战,你亲过人没有。 林荣岳心道,你算不,蓝忘机冷声道,你问这个做什么。 没有是吧? 我就知道。 随口问问的,你用不着这么生气。 你如何知道林荣岳看着他们孩童般的对话,十分无奈。 想着儿子儿媳,就算情伤再低,也不至于这也说不清楚,不想再看下去,便转身离去。 事实证明,他还是高估了儿子的情伤,还有儿媳这个不开窍的木头脑袋。 而后来不过半个时辰,就又听闻魏无羡目中无人,抢占百凤山三成猎物,毫无家教这类的传言。 百凤山过后,林荣岳又看着魏英一点一点的消沉,而与蓝战的相见也不欢而散。 林荣岳心中着急,但却又毫无办法。 又看着魏无羡为了抱患丹莲骨之恩,上金灵台就温家旁之,最后定居乱葬岗。 决裂,阴谋,截杀,算计最后,林荣岳看着魏英一步一步被逼得无法翻身,最后在乱葬岗万鬼视身。 林荣岳无法帮助魏无羡,只能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无奈观望,魏英,死了。 林荣岳悲痛欲绝,但身为一个特殊的鬼魂他没有办法,江家,金家,灭家,蓝家,姚家。 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要难为一个孩子?他什么都没做啊。 对了,阿怨,那个温家的孩子,他怎么样了?我在树洞里找到了他,他又冷又饿。 我看着他一点点便虚弱又生病,魏英,魏英,远处跑来一个白色的身影,是这儿,他怎么如此狼狈? 衣衫略微狼狈,一向妥贴的抹额也歪歪扭扭地挂在头上,只见蓝湛步履盘山地奔向浮摩洞,一遍又一遍地问灵。 尚在否?在何方?可归乎?直至食指被琴弦割伤,鲜血滴落在望鸡琴上, 他才失望地起身。 林荣月想告诉他别找了,魏英去了,但他做不到。 他也想告诉蓝湛,浮摩洞门口的树洞里,阿怨在,但他也做不到。 献哥哥,婆婆,有钱哥哥,阿怨好难受啊树洞里传来阿怨喃喃的低吟。 林荣月松了口气,至少,阿英的努力没有白费,阿怨得救了。 蓝湛带走了阿怨回到云深部之处,又以蓝家亲眷的身份给阿怨改名蓝院,蓝思追。 思追,思君不可追。 十六年后,思追已经长成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少年,而蓝湛,已经寻了魏英十三年。 林荣月也在蓝湛身边待了十六年,毕竟她是个特殊的鬼魂,十六年的时光。 她看着她的二儿子,心里泛着思思的心疼。 虽然蓝湛的行为举止与过往并无不同,但内心深入,却如行尸走肉一般。 林荣月跟着蓝湛四处叶裂,除碎,虽然世间韩光君的名号越来越被众人称赞,但她知道,蓝湛这样也只是为了当年和魏英在求学放灯时许下的心愿罢了。 除强服弱,无愧于心十六年中,旺姬每每于杜化携碎前,都会奏一段问灵而乃何人? 而可时应,应何时归? 也许,她也只是想凭问灵给无限带去问候吧。 墨家庄,这次带小辈们的除碎来到了墨家庄。 听闻庄主夫人言道,只是一些普通的走失,蓝旺姬便留小辈们自行解决,自己留在不远处。 不料至夜里,蓝氏云纹信号在空中绽放,蓝旺姬即刻前往,制服斜碎。 却只见斜碎的一条左臂,林荣月忽然感觉到院外有一丝熟悉的气息,不是身体上的,而是灵魂上熟悉的气息。 飞身追赶,只见一陌生男子,牵着一头驴,在长长的街道中,渐行渐远,很熟悉,是谁呢? 带蓝旺姬赶来,却连身影也见不到了。 带蓝旺姬赶来,却连身影也见不到了。